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父母亲 有一个很奇特 同时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很喜欢把小孩子从小 就送去学各种 各式各样的才艺 是教育的投资也罢 是父母心里的期待也罢 这种投资究竟对小孩子 未来的一生 真有多大的影响 还真能因此成为大器之才吗 今晚我们的主题 所以说望子成狼望女成凤 现在孩子学才艺 已经是如每天吃饭喝水 一样的例行公式 研究也发现 被拖度安排的小孩 最后都容易丧失对生活的热情 也缺乏自我的管理能力 我们现在就走上街头 来看看这些爸妈都花了多少钱 送孩子去学才艺呢 我妈妈从小就让我学出算 可是希望我长大以后 就是有点成就什么的 可是到现在我还是不过 爸从小叫我去学出算 希望我从上 可是我数学没有那么好 我后来跑去学电吉他 就发现我电吉他可能比较好 我从小学江青 妈妈希望我成为台湾的贝多芬 可是现在钱也买了 钱也花了 但是我还是不会弹 父母对于孩子的投资 不遗余力 总是想把孩子训练成十项全能 但也有些父母 因为自己儿时 没有机会学习才艺 就把自己完成的梦想 放在孩子身上 希望孩子长大后 不会像自己一样有遗憾 较查发现 半生以上父母自行决定 让孩子学什么 很少问孩子意见 爸妈你曾想过 让孩子学这项才艺的目的是什么吗 小孩真的有办法将所学全部吸收吗 而爸妈这样的投资报酬率 真的有成正比吗 爸妈投资有心无悔 尽开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 拜 我想我第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的夏老师 为什么台湾没有从小教小孩 去的赚钱才艺补习班 我们来看一个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最应该学的一点 你知道吗 对 如果有的话 大概很多父母 一觉得父母亲送小孩去念才艺 是真他们期待在这个才艺上面 将来能成为标杆人物吗 我觉得爸妈都疯了 因为他们过去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 或者他们自认为可以培养出 能够赚钱优秀的下一代 事实上错了 这个钱是白花的 还不如花在你自己的身上 但光让说不行 今天我们要听听很多的例证 看这位夏老师说法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有第一个问题问大家 其实很多人送才艺 有各种各种的理由 但可能理由就是 很多人认为 小孩子从小学的才艺越多 对他将来的人生会越有帮助 您同意这个说法的 请答圈 小孩从小学的才艺越多 是不是他的未来人生就会越有帮助 从小学的才艺多 将来人生就会更有帮助 多数的家长这种想法 我先来问问我们的维维的妈妈 从小送你女儿去学多少才艺 算得出来吗 很多 学过钢琴 作文 心算 猪算 跆拳道 英文 还有 上门跟你招来的都送他去 对 好 你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 尤其我相信很多做家长都是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好 那你去刚刚这个题目 你的自己回答 你觉得对他现在的人生有帮助吗 我相信一定有多少都有帮助 因为你看威威的气质就知道了 威威的气质不是来自于家庭来自才艺班 哦 都有 那不是蛮遗憾的吗 来 威威你回答一下 这些才艺对你的人生都应该带来什么帮助 其实小时候妈妈就一直希望我就是学一些才艺 然后从书法 作文 然后跆拳道钢琴 尤其是钢琴 就是小时候他一直叫我就是希望我当那个音乐家 然后我们家有五个小孩 我们五个小孩都学过钢琴 但是每一个都是学不了多久 就是哭着就说不要了 因为那个钢琴老师都会打我们的手 然后我们就会 对啊 就是学得很痛苦 然后大概我顶多学了一年我就不要学了 然后后来我就跟妈妈讲说我想要学美术 然后我就一路学美术 就是学纸雕那方面的 然后学到大学 结果后来谁知道我就是当了作家 就完全就是背离妈妈的期望 所以我就出书 所以你觉得第一个对你的人生究竟有没有帮助 我自己是觉得 可能在当下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一路摸手摸手出自己的兴趣 可能就是跟妈妈的期望不太一样 好 妈妈她今天她的所作的所为 这些她的事业 是你当初小时候的对她的期待吗 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证明至少在你小时候的安排 跟她未来人生走的路 不会竟然一样的 是的 那你汪费那么多努力做什么 好 等一下再回答我们 虽然你呢 你从小小时候 有没有学过一些妈妈送你去做的各种 他们对你有没有梦想好了 我觉得我妈她心机还蛮重的 就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学过很多东西 包括就是书法 然后素描 画画水彩画 然后当然有跳舞 唱歌 然后还有就是钢琴 那我觉得我妈比较亏大 因为她在我大概就是六七岁的时候 就大概二十年前就花十万块 就是买一个一台很贵的钢琴 那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那钢琴真的是还蛮贵 而且是很漂亮的 那结果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太有心 因为我对就是古典音乐不会太有兴趣 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刚学了两个月 然后我妈就说 你要不要弹一首歌给妈妈听 然后结果我就 就做得很正 然后就弹了小星星 然后我妈就说 爸妈从小辛苦栽培 经过十六年有如大梦初醒 八百万不翼而飞 我也是从小学各种才艺 然后我学最长的是中国品国乐 那我学到至今是 学到前一阵子是十六年 我总共花了将近快八百万 我已经开过两场个人的音乐会 那如果是演出的话 我已经演出超过一千场以上 各种场合 那你现在未来准备将来走 这个职业音乐家下去吗 还是你刚刚讲到你的环境问题 没有 我没有打算 我没有打算走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太有心 因为我对就是古典音乐 不会有太有兴趣 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刚学了两个月 然后我妈就说 你要不要弹一首歌给妈妈听 然后结果我就 就坐得很正 然后就弹了小星星 然后我妈就说 我妈就说 好那你不要学了 明天不用去了 然后可是她还是很坚持 她很轻 大概两个小时候她就说 换个老师就好了 结果那个钢琴的下场就是 隔一年 因为我们家很容易淹水 然后就被水淹到 然后下半身就超肥胖的 然后就坏掉了 所以我觉得我妈真的超贵她 可是妈妈这样 你觉得钢琴基本上 对你今天的音乐事业 还是有影响吧 我其实后来会觉得 有一种遗憾 就是为什么当初 没有好好的去学好她 因为觉得说 还是很憧憬 那时候学的才艺 有没有对你今天哪一项 你觉得真的在你身上 发挥了长远的影响 我觉得它是刺激 我去想 我想要做什么 觉得那些什么 就很多接触 都没有用了 你现在有哪个专潮吗 是跟你小时候学的 就唱歌 就唱歌 至少唱歌对了一样了 我们今天就从音乐开始好了 太多的家庭 最普遍的都是音乐 从音乐来消息 就对音乐的投资 也是约不到 我现在看二号 二号的 你从小学的才艺有多少项 二十几项 二十几项 妈妈从小就是想把我 培养成艺术家 就是从舞蹈 还有音乐来发展 大概从四岁就开始培养 然后培养了十几年 花了一两百万 如今你是艺术家吗 不是耶 可是也读跟艺术相关的可惜 那也算了 妈妈怎么培养你 她就是从以前 拿到社团单 她就说这不错 那不错 然后就开始一直勾 从礼拜一勾到礼拜天 只空出给我上学的时间 我打赌音 你也有钢琴 对 那这些才艺学了之后 你自己喜欢吗 有些喜欢 有些不喜欢 最讨厌的就是书法 因为得坐在那边 写两三个小时 然后每次都得先秒一遍 然后再写一遍 然后写完 老师才可以给你离开 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解释过 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有气质 老师今天气质达到了没有 可是最大还是喜欢煮菜 那妈妈今天有遗憾吗 算是有一点啦 可是就 她也是不放心我去转那颗戏 因为那颗戏是要做菜的 然后以前我曾经学过棚润 然后把那个微波炉用到爆炸 然后打蛋器用到坏掉 有没有哪一项小时候妈妈 你觉得有点遗憾 没送你去学的 算是礼仪吧 礼仪啊 对 如果今天你要选择的话 会希望去学礼仪是吧 当然不会啊 好 我们来看看 还有其他哪些音乐的 十二号 你也是钢琴班的吧 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那妈妈就让我去学钢琴 然后我学了一年就没有学习 因为那个老师会打我的手 我练不好他就会打我的手 然后那时候我每天回家 就会哭啊 哭给妈妈看 所以那时候学习了一年就没有学习了 然后一直到国二的时候 看到周杰伟在电视上表演钢琴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样子很帅 我很想学习 所以我就一直跟妈妈讲说 我要再去学钢琴 然后一直从国二学到大四 学了十年的钢琴 对 然后十年钢琴妈妈 你跟周杰伦呢 很接近了 差他很多 然后就妈妈 因为这样子投资了十年 然后他为了我学钢琴 那时候我家没有琴 所以他还为了我去买了一首二首钢琴 所以总共花了也大概有一百万这样子 但是呢 我学了十年钢琴 可是我却要用三个月才能弹好一首歌 而且那种歌是 如果正常人的话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练起来 类似像那种给爱丽丝啊 对 还有什么杨娃娃之梦这种的歌曲 所以我觉得 我学了这十年来可能 可以学 可以如果真的说有个成绩的话 就是去KTV唱歌 可以唱得比较准一点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对钢琴呢 还在学吗 我平均一个礼拜 练琴不到一个小时 而且每一次都是在上课前一两个小时 才会摸钢琴 所以他就觉得说 很失望说 他的钱投资在不对的地方 就希望说 要不然我去学重商好了 那一直到大四 他就跟我讲这样讲 然后就 他就干脆就说大四毕业就不要学了 刚好就去工作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讨论很久 到最后才是在大四的时候 停止学习音乐这样子 两个问题 第一个如果你小时候 你的学钢琴的那一年多的时间 妈妈坚持没有让你间断的话 也许今天你的成就超过周杰伦 那小时候学的那一年 其实我很痛苦 因为老师教的东西都是要练习的 那我本身是一个蛮懒惰的人 可是到了你国二的时候 你又把它重新又恢复起来了 如果妈妈坚持的话 证明母亲父亲对于小孩子的期待 有些时候好像是可以坚持的 是可以坚持 但是我觉得自己本身 如果没有那种心思去 在那个上面的话 因为我当时想要学钢琴 只是想要像他这样表演 但是我不知道 练钢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而且我当时在学的时候 学左手我就没办法弹右手 然后弹右手我左手就会停下来 对啊然后学了一年多吧 还是会卡手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学琴好痛苦 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这样 好这是你的投资的经验 所以妈妈今天 她自己有没有觉得有点惋惜 她有她觉得说我学了这么久 结果居然没有什么成绩做出来这样 连不能说拿到谱 就直接可以左右手这样合奏啊 直接弹出一首完整的 妈妈自己会弹钢琴吗 我妈不会 我妈会唱歌而已 但她一定很喜欢 或者是很羡慕会弹钢琴 对 她很喜欢在我弹琴的时候 跑到旁边说我要唱什么 望春风啊 然后我想要唱什么歌 然后叫我弹这样子 因为她是有心机的 她要训练一个就是Live的那个演员 对 她有跟我说过说 不然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公园 来表演这样子也不错 对 黄老师我们看到的是 是不是很多父母亲对小孩子 其实父母亲本身很期待很多事情 希望小孩子去学一学 没有错 那但是重瓜得瓜 重痘得痘 用在这里并不恰当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投资 我们会去了解说这个东西 他这家公司做什么的 那他获利怎么样 可是我们在投资小孩 常常只是投资而已 你根本搞不清楚说 他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他到底这个发展起来会不会有成果 只是觉得这个很好 应该学这个 然后当然就是很多错误的投资 13号你也是钢琴学习一族的成员 对不对 对 就妈妈就是 她小时候就很喜欢钢琴 可是以前就没办法学 然后她就是希望我跟哥哥都会 然后都去学钢琴 然后未来可以开一个演奏会 双演奏这样子 难怪台湾今天卖钢琴 钢琴卖这么好 每个家庭都会好学 也是跟12号一样 不管怎么学就是会卡手 然后我就是脑袋也没有办法 分成两边去想两个谱怎么弹 所以怎么弹就是很奇怪 然后到现在也就是只会弹小蜜蜂而已 真的 然后之后因为国众有接触到笛子之笛 然后我就去跟我妈讲说 笛子比较简单我可以 然后就换长笛 然后我妈就想好吧 既然钢琴不行 那你就换长笛 可是她就是还是想说 那未来的话就是哥哥弹钢琴 然后我吹长笛 还是可以办演唱会 对 还是要办 现在就是学的程度就是 要接近快要考试了 就是第一次考试 考九级考试 然后就是妈妈最近会逼得比较紧 就三不五时就会开我房间门说 你练了没 今天练到哪里了 或者是说普贝起来没有 这样子一直盯我 然后要不然就是假如说 那个我没有在练的话 他就会跑上来说 哥哥今天的那个表演怎么样 或者说他的考试已经到了很高级了 那你呢 你怎么都没有在练这样子 一直盯我 14号你也是一个钢琴的学生 对啊 我从大概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有在学钢琴 可能一般的学生学会学比较久 但我可以学蛮快的 像他们小星星我可以很快就学好 嗯 对 那我就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到大概高中三年级 那这样将近花费大概近百万 嗯哼 那妈妈就觉得我弹得还不错 就很希望我可以将来当个英文 音钢琴老师 嗯 对啊 一直到七级考试的时候 真的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内容也比较多 然后我曾经就是压力过大 然后练习钢琴的时候 就是崩溃 然后敲钢琴 然后大哭 然后导致妈妈他们都吓到 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对钢琴还蛮排斥的 你现在排斥钢琴了 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压力很大 然后父母又一直希望我可以当钢琴老师 嗯 对啊 所以就蛮排斥 可是现在又还好 所以现在钢琴在你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现在钢琴的话是扮演就是 我兴趣啦 嗯 比如说我现在有在打工 然后父母 我回来很累了 然后父母就是说 他们也有心疼我累 所以他们就会就是有点嘲讽我说 看如果你当初继续学钢琴 把钢琴学好的时候 你现在搞不好可以兼猜当个钢琴老师 或者是到餐厅演奏钢琴 你这样也比较轻松赚的钱也比较多 嗯 对啊 所以诗安你看到后面这三位都是学钢琴的 同他们故事你看到什么 我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我刚发专辑 顺便介绍一下天后这是我最新的专辑 然后我觉得我突然间有三个很棒的 就是弹音乐的弹奏家可以跟我一起开音乐会 他们还没准备好了 不要忘记我们一起玩 我也是很喜欢唱歌 我其实觉得人生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硬 但最痛苦的是有心摘花花不开 所以如果你钱花错地方了 你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刚刚他们讲说在亚马哈 其实我也看过很多孩子 在亚马哈里面学钢琴的时候 前面的孩子都不怎么样 但后面的爸爸妈妈很认真在操笔记 我都跟他们讲说 亚马哈应该改个政策 以前讲说学钢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我干脆让妈妈去学算了 学钢琴的老人不会痴呆 干脆就让妈妈来 就让妈妈来学 我自己感受很深 我的那个干妈 我干妈她在60岁以前 她都在跟她的儿女们在奋斗 因为她也是三个小孩 她都逼她们要学钢琴 可是这些小孩混了十几年 后来我就跟我干妈说 算了吧 你自己去学吧 我干妈60岁开始学钢琴 她现在真的可以当你的伴奏了 那个诗安你可以找她当伴奏 她真的可以开演唱会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就我的感觉 我觉得孩子如果真的不要学 你就千万不要白花钱在他们身上 过去的一百万 我们可以买半栋房子了 何必要花在身上 不如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告诉我一个 为什么台湾的父母亲 会对钢琴这么喜爱 这么容易就把小孩送去钢琴 我也曾经试过 当然最后也没有 包括小孩 为什么台湾人对这个钢琴 拿小孩子才艺 这么样的有兴趣 我觉得是台湾对于很多的乐器 不是那么清楚 甚至很多妈妈对于说 刚刚学长笛 说那个肺药很用力 会把你的身体搞坏了 钢琴起码它是练手的 我觉得我曾经听过 还有就是那个钢琴 卖钢琴的很会行销 就觉得这是通往欧洲 美国唯一最好的礼物 好像很优雅 对 非常的优雅 而且可以穿礼服嘛 还可以漏肩漏胸嘛 是不是妈妈们都这样子 我们从小的时候 就看有一些小朋友 穿着蓬蓬裙 然后穿着礼服 然后气质很优雅地 在那边弹钢琴 然后那个画面 就永远落在我脑海里面 然后因为我自己 没办法学的时候 就把我的所有梦想 摆在孩子身上 然后孩子在学艺过程当中 他们也有办法有发表会 所以每个人都穿着礼服 漂漂亮亮的 我们做家长的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送上一束鲜花 然后拍拍照 然后在他人生当中 留以纪念 那我只能讲说 我们家的那台钢琴 经过五个人的手之后 最后留在我身上 所以你跟我干妈一样 可以两人连弹了 因为我妈妈过世的早 所以我把那个思念 摆在我的情音上面 然后我要求我自己把 母亲你在何方 那首曲子 弹得半音都不漏 把那个完全的心情 全部宣泄在这 我觉得我比在座的 所有人的投资报酬率 都要高 至少在您家钢琴派上用场 所以你旁边的妈妈 她的女儿其实也有钢琴的 对不对 来 妈妈 我先问你 你把你女儿送去 学了哪些的才艺 学问在改变气质 那我就想说 学才艺也是改变 也是改变气质的好方法 然后我又从抓州 得到了启示 就是说 每一种都 每一种都让她学学看 也许 也许里面能够发觉 她真正的潜能 所以 刚才 薇薇妈妈 您刚才所说过的 我的孩子好像都也去学了 其中还有很多样式 是我也跳下去 她去学 我也跟着坐在旁边学的 哪些 编毛衣 编毛衣 我觉得编毛衣 你能够发觉 舒擦什么潜能 告诉我 手指啊 手指的灵活 手指 手指的穴道 你大脑 在家多洗手就好了 对 还有 日文 日文 几岁学日文 呃 国小的时候 国小学日文 对 还有捏头 捏头 捏头 对 还有书法 书法 对 就是 这四个课连在一起吗 下午 不是不是同 没有同一天 没有同一天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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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书法 书法 对 就是 这四个课连在一起吗 下午 不是不是同 不是不是同 没有同一天 还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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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跟他去学的 那 不是我跟他去学的呢 就是 有那个 演讲 演讲班 呃 那个 画画班 美女是从 从葛洛丽一信 到那个 刘毅的陈子玄 然后 还有 刘毅 陈子玄 对对 去陈子玄那边学的 对对对 还去了 地球村 对 都有去了 能去都去了 对对 还有吉他 吉他 对 吉他买了三把 三把 嗯 现在都放在家里 那 那钢琴呢 钢琴呢 钢琴是 是我 还没有完全那么笃定 想说三十万很可惜 所以我买垫子琴 嗯 对 那现在我走进琴房呢 就是 偶尔我 是我自己在练啊 嗯 我自己在加减练 妈妈你投资绝不手软 我让我们来先看看 这个投资的 产品 现在变得怎么样 对五号来 告诉我 现在我们从编毛衣 开始算起 明明就是妈妈在编 她编帽子 然后帽子就叫我戴 然后我就跟着她学 妈妈刚刚讲这一大堆 你记得哪一项 毛衣记得 毛现在那个记得 毛衣记得 陶艺呢 陶艺 应该 都破了吧 对 所以这些东西对你实际上来讲 你觉得现在还有包括演讲 你觉得这些对你现在的自己有哪一些 真的我们看到了 在你身上发挥了学习的效果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国校的时候去学钢琴 那时候钢琴 就算再冷天气 我就说 妈妈我肚子好痛 想要留在家里 可是她说不行 老师的课都已经排好了 可是我还是就 可能就空着肚子 然后去学钢琴 然后开始弹 弹一弹 弹没几分钟 然后我就说老师 我好想听那个垃圾车的音乐哦 然后老师就开始表演给我听 结果都是看老师在表演 然后我就是骑去那边 想说 诶 快了快了半个小时了 然后我再多练几下好了 然后弹一两个音 弹完之后 老师这我不会 然后老师示范 好 然后在这 在这 之后我就想说 快上国中了 学到快上国中 大概三年 三年多 然后 我就跟老师说 我觉得压力好大 功课压力好大 可不可以跟我妈妈讲啊 然后我就说 妈妈 我觉得上国中功课我很多 所以 所以觉得压力好大 不想要学钢琴 然后其实这个只是借口 借口 所以妈妈教你 学的这些东西 这一连串的学习 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结束 这一连串的学习 一直到高中 其实都还有 希望我能够 有进步的空间 妈妈你到底希望她 是发挥出什么的潜能 她现在学的是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那我在想说 她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经历 也许对于某些来投诉说 那个不喜欢妈妈 要她学太多的小朋友 能够有一些辅导 对 你是希望女儿有一个 反作用的教育力啊 这个在心理学上 这个叫什么 同理系吗 能够非常的 妈妈你的苦心 会让很多家长非常感动 你不惜牺牲你的女儿 就是希望她将来告诉大家 不要去逼小孩 学这么多东西吗 既不是钢琴家 也不是民谣歌手 也不是一个编织家 因为当时 那他小时候那时候 我们去学钢琴 一对一 每学一次是差不多六百块左右 我就想说 那个7-11一个小时才几十块而已 那教钢琴一个小时 就有好几百块 如果你学出塞啊 将来如果你也是钢琴老师的话 也许是个不错的高收入 赚回来了 女儿女儿 你现在要做心理辅导师 你帮我们心理辅导一下 究竟 父母亲送小孩去学这么多才艺 按在你心理辅导立场 到底有没有用 像我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啊 他们起像我跟他聊天 他都会觉得好烦哦 等一下还要去上美语班 然后他就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讲 跟我妈妈讲啊 跟我妈妈讲说 我那个表现很好 然后其实 他是要偷跑去打篮球 然后我是觉得 好像看到十几年前的我 你觉得到底父母亲 要不要从小 让子女去学那么多才艺 你的自己的经验坛 你也今天做心理辅导工作 你就告诉我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不要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小朋友 小时候就开始忧郁了 嗯 然后 你看不出来啊 因为我演示了 嗯 会造成忧郁吗 我觉得会 多少都会有耶 因为他功课也很多了 然后又要再去学才艺 所以你小时候成长并不快乐 有阴影 有阴影啊 妈妈听到这么严重啊 好惭愧啊 我以为你有什么 像我们家五个小孩啊 全部都被妈妈逼着 就是学钢琴 然后尤其像我弟弟就是 他小时候是 一开始是学钢琴 然后后来就是 莫名其妙 他不喜欢 不喜欢钢琴之后 然后就跟妈妈讲说 他想要学美术 然后就一路念那美术班 美术班到高中 然后后来他现在念财经系 然后还念到全系第一名 就是一路上都是这样子 然后像我也是 就是我一路上 就依着妈妈的要求 可能念 学钢琴啊 书法啊 有的美的 然后可是我一路上来之后 就是变作家 然后甚至我还创业 就自己就是开公司 就是我走的路 跟妈妈就是希望的 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是要跟 就是全天下的妈妈讲说 千万不要在小时候 逼我们学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学的是 有兴趣的东西 像如果我有兴趣的话 我就会持之以恒的学习 那没有兴趣的话 像那些钢琴啊 我上一天我就跟妈妈讲说 妈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 好远喔 又要走路 然后有的没的 然后而且就是老师都很凶 然后每天都要练习 我宁愿在家里就是睡觉 因为小时候还要就是看书啊 什么的 然后还要花时间再去学钢琴 像我妹还有一次就是为了学钢琴 还哭了 就她就是不要 因为老师都一直要用那个什么苹果 什么有的没的 你应该很了解吧 其实我觉得很惨的是 父母亲会有自己想要给我们的未来的路 然后就逼我们去做 像我曾经在中学时期 我其实非常痛恨我的父亲 那当然现在我非常爱他 对 可是那一刻我是很痛恨他的 因为我觉得说他夺走了我的童年 怎么把我的人生变得好像太机械化了 可是到现在我反而很感谢他 对 我就以这个题目问了大家 我们心里是不是很多人相信 小孩子的兴趣是可以被培养的 时间一久他多少还会适应去学习的 你有这个想法也就包括五号妈妈那种说法的 我总要试试看摸索一下 你觉得有这个想法的 请答圈 林家福豪老师 看来我们的家长还是很困惑 究竟要不要坚持去让他去学一些事情 一分根源收获 来说对这个来说我觉得他是假的 那么艾迪森他说 我的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一分的天资 他是说客气话 千万不要相信说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 如果你真的要磨恐怕也不够磨了 磨了一辈子磨到后面 他还不是绣花针 那maybe在你工作很繁忙的时候 如果你会弹弹钢琴抒压 那也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钱多都没关系 可是很多父母亲会把花钱当成是训练 我花了钱你就给我交出点成绩来 可是如果说我只是栽培你 那我长时间也让你去学习 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件事情 像我我从来不要求我的小孩去学东西 因为那要花我的钱 我的钱我不会自己花 我干嘛给他花 可是当他来找我的时候 妈妈我想学着什么的时候 我才会考虑 你真的会帮我学吗 你要帮我学多久 如果你没有学超过一年 请你把钱还归我 或者是你未来五年都拿不到押税钱 他就会开始 我没那么凶好不好 但这小孩一定要这样子 就是他会衡量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学习的时候一定会有难关 那个难关是要协助你去度过 不是强迫你去度过 所以我觉得心态上如果调整的话 我觉得两边会比较好沟通一下 有钱有钱还有一个态度问题 对 但是也有父母亲的坚持 的确他得到一些成果 15号你的父母亲叫你学什么 然后你学了多久 我也是从小学各种才艺 然后我学最长的是中国底国月 那我学到至今是 学到前一阵子是16年 16年 这个中国底是父母亲发掘出来的 还是怎么样碰上的 其实他是很机缘的 就是其实当初父母只是说 有这个机会 学这个乐器 那问我说要不要学 我说好 因为那时候非常小 就是幼稚园生小一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好 那爸爸就带我去学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 像刚刚老师说的 就是我父母有坚持 因为小孩子其实定性不够 他一定会想要放弃一定会贪玩 但是我爸爸都非常坚持 就是一定要我一定要去上课 那练琴也会就是提醒我说 欸该练琴了 所以在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这样 父母帮忙坚持过来 那一直到我无意间考上了 音乐的科系 就音乐学院 那我就觉得说 欸好像音乐这条路也不错 那爸妈也觉得说 可以往一个专职的这个 演奏者的方向走这样 那你现在走了没有呢 我已经走过了 走过了 走过了 因为我所谓走过就是说 像我已经开过两场 个人的音乐会 那如果是演出的话 我已经演出超过一千场以上 各种场合 对所以 然后教学生 大一到当兵前 教了将近五年的学生 还有带乐团 所以在这个领域 能够做相关的工作 我甚至已经先做了 就是在学生的时期 你今天晚上我们来宾中第一位的 真正投资在你身上 已经有得到了效果 而且得到了回收的人了 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 古典乐它其实比较狭隘 就是它的生存的空间 其实很小 怎么说呢 因为像我的老师 是大陆的名师 那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学习这么长的时间 那 也因为是大陆的名师 我总共 我十六年来 我算过 我曾经自己细算过 除了父母的心血 以及他们的努力 以及他们的接送以外 我总共花了将近快八百万 八百万 怎么会要这么贵 因为光是我的终点 一个终点五十分钟就是两千 那加上乐器 我是一直在换 因为这么多年 那你现在未来 准备将来走这个职业音乐家下去吗 还是你刚刚讲到 你的环境问题 没有 我没有打算 我没有打算走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如果是走演奏这一行 你没有成为世界级的 你没有办法靠演奏生存 你会活不下去 对 因为在台湾这个环境 你根本没有办法售票 你的音乐会 听的人口根本就不多 根本就不如一个 随便一个演唱会 能够随便来几千人 你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市场 所以我就开始 就是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爸妈就 就开始跟我的意见有点分歧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曾经还接过婚伤喜庆 我还接过伤的场子 就是 就是去演那种吸收谜啊 你到那告别市场去演这吧 对 因为我觉得 那时候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投资那么多 我总要赚一点回来 然后那个那种吸收谜就很好赚 然后我也是一直说服我爸妈 我爸妈第一次知道的时候也是说 你怎么去赚那个死人钱啊 然后我就说没有啊 我就换一个角度跟他们说 为死人服务也不错啊 下面来参加的人 搞不好也有 就是各种类型的人 搞不好我有更多演出的机会 所以你告诉我们 八百万的投资 加上父亲 母亲对你的期待和心血 你觉得在你身上 到底最后得到了什么 只是音乐的休养吗 这个是一部分 然后我觉得 他们真的比较失望的是说 诶 怎么没有就往专职走 专职的演奏走 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事情 就是说投资他要回报 这个回报率绝对是不成比例的 可是我觉得我也很骄傲你 就是你开了一千多场 而且你现在可以是一个 中国敌的专家 这些是用价值来衡量 而不是用价格来衡量 我觉得这也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啦 对 如果说要赚啊 根本赚不回来 赚不回来 那他应该先下去吗 还是就是如果他自己讲 我觉得还有这个天分 而且他花了八百万 可能还包括两岸的机票钱 或者是这些的费用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个天分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兴趣 我是父母亲 我真的卖身 我都会让你去学习 这是我最高的从意 对对对 虽然我这年纪 可能只能卖身 不能卖身 我觉得孩子 如果只是兴趣的话 就看自己的财力 我有钱OK啦 成功 恭喜你 不成功 当成你人生的兴趣 这是父母亲能够给你的礼物 可是不要以成败来论英雄 他是少数一个成功的代表 不然那个只会弹小星星 投资之前要做评估 怎么样做评估 以我的做法来讲的话 我会带我的小孩去参加很多的画展 很多的音乐会 很多的踢踏舞 很多的跆拳道表演 当我看到我的小孩在听钢琴演奏的时候 就睡着了 然后跟我说妈很无聊 或妈冷气太冷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不是这块料 我也就不会逼他去学钢琴了 可是忽然我看到他对那个跆拳道 他很有兴趣的时候跟我说 妈 真了不起 我告诉你什么 白的蓝的黑的黑的什么 我就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了 然后我就会找更多的机会 再带他去看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 他有这个兴趣 我慢慢把他的兴趣勾出来 跟孩子谈 有没有兴趣 妈妈现在还有点钱 如果你要去 我可以送你去 但如果你现在你不去 以后你要去 是花你的钱 不是花我的钱 你要不要去 他才评估 如果这样的评估都做完了 我们去栽培 无悔 无恨 无怨 成功都归属于你 失败妈妈承担 我觉得这都OK 可是妈妈都没有做前面这一端 就说 我自己觉得学钢琴不错 结果发现小孩子不成才 学芭蕾舞不错 怎么跳得这么难看 学这个小平行不错 怎么像杀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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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你永远在想象当中 没有实距去评估 我觉得如果经过评估之后 我觉得我们跟孩子会更连接 旁边还有一个爸爸 六号爸爸也是带他的女儿 女儿你先讲 爸爸从小怎么培养你的 他在你身上做了哪些才艺的投资 从我小时候 爸妈他就希望我长大以后 能在外商公司上班 就是甚至能到国外去从商 在国外找工作 然后跟外国人就是能 能沟通良好 可能是因为那时代英文 刚好有正在流行 他觉得这是基本的一定要会 那如果能最强的话 以后或许就是钱 赚钱能赚比较多吧 然后可能也可以找得比较好的老公 嫁给外国人 让他们也蛮有面子的这样子 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 这段期间都在学英文 然后总共花了三十几万 快四十万了 对一般人讲 可能觉得是小数目 可是对我们那种 不是小康的家庭 其实蛮有负担的 我其实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这样 那当然一开始我学英文的时候 也不是说一开始去就很顺利 刚开始的时候 有跟爸妈发生冲突 因为那时候小学那时候 每天下课完以后 都是在家里玩玩具 就是自己的快乐时光很开心嘛 然后突然 因为我本身就已经不喜欢 不是很喜欢上课了 然后突然就被妈妈抓去说 要补英文什么的 我就蛤 什么 就下课就不能回家玩玩具 还要去那种陌生的地方 然后面对那种 比较蛮可怕的外国人 然后就蛮孤僻的 所以后来 所以那段期间 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就蛮打混的 就功课 人不写就不写 就混过去 直到有一天下午 我爸那时候在睡午觉 他接到了我们补习班 老师的电话 就是报告说 我功课没有写什么之类 然后我爸就把他叫过去床边 然后他就开始骂 我那次真的骂得蛮严重 我那时候吓到 我爸连三字经都骂出来了 我妈 我有这么没有起始吗 反正当时联络簿就放在旁边 骂骂骂 然后他就真的很激动 你联络簿拿起来 就往我头上扫下去了 那时候拍昌影 不小心拍到了 是啊 蛋糕一到高山的时候 去地球村补习 慢慢地发现 你对英文不是很有兴趣 然后所以就开始放弃了 你放弃爸爸他想要的那条路线 本来就是说希望他能够 真正能够使用到英文方面的专场 尤其在一个 比如说将来像现在出社会以后 在这个一般的公司里面 有关外议方面的专场都能够用得到 像外商公司也好 跟国外方面的商业公司都OK的 这样子 结果他没有走这个条路 那是他的球学环境不好 还是他自己的资质不够 或他自己不够努力 你觉得你规纳一下最后的因素 不够努力也会了 也是有 这是一点之一 那另外一个点就是 他的兴趣有点转移了 那就是这样子 好 十一号 我的爸妈她是希望我可以成为 芭蕾舞者 然后我的妈妈还希望我有一天 能够当上天鹅湖的女主角 所以从小 对 所以从小就 国一开 国小一年级开始 就让我学舞蹈芭蕾 然后到了五年级的时候 还让我就是 转考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因为里面有那个芭蕾就是专科的 那他是五年级到高三毕业 是八年制的 但是因为我就不想活在我妈妈的 那个芭蕾的世界里 所以我就自己默默的就是 在六年级她有一个考试 然后我就自己默默的考京剧学系 不考芭蕾 然后我妈妈知道的时候 就会一直 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啊 她就会一直念我说 你怎么都没有去考芭蕾系啊 不然就是看到我 因为我有我的小舞衣 然后她看到舞衣的时候 就会拿在身上笔画说 如果你穿上这芭蕾舞衣的话 哇 天鹅湖女主角耶 然后就自己在那边 在那边跳舞 然后我就会自己 男年妈妈芭蕾舞蹈梦 妈妈超失落 因为我有我的小舞衣 然后她看到舞衣的时候 就会拿在身上笔画说 如果你穿上这芭蕾舞衣的话 哇 天鹅湖女主角耶 然后就自己在那边 在那边跳舞 然后我就会自己 我就会自己默默的飘开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到了高三毕业之后啊 我又不想要继续京剧学习 那我妈就说 那你就继续考 考芭蕾嘛 你就继续学舞蹈嘛 然后又请了老师 one by one的就是单独的补习 让我就是去考 考像台义大 北义大 里面有芭蕾舞蹈系的 但是都没有考上 所以我就更讨厌芭蕾 然后我还崩溃大哭 所以你现在自己的兴趣是做什么 还是跳舞 但是是跳街舞的 就是Jazz啊 New Jazz啊 Hip Hop这种 那现在也学的蛮好的啊 就是还有就是Jcase啊 或跑活动表演之类的 那你学了这么久的 中国传统戏剧都干嘛去了 值得吗 你觉得 还是有帮助啦 因为像跳舞这一块啊 就是比如说还是需要 就是比如说筋很开 那我很快就上手 人家还在很卖力地在爬 然后再拉筋的时候 我就一脚就已经到这边了 所以它那个金句的 给你锻炼的身段还是有用 对 还是有啦 但是也有坏处就是 会有一些比如说金句的身段 还隐藏在舞蹈里面 就看得出来 年轻人现在接触金句很少 我问一下你喜不喜欢金句 喜欢 是喜欢但是学习是痛苦的 所以就只能说 他跟我没有缘缘 我觉得啊 其实小朋友的兴趣 爸妈根本就不用担心 来 心理副导师讲话了 来 因为像我小时候 那时候学芭蕾舞 就觉得天哪 都是障碍 不要妈妈看了那个 看了电视上那些 跳得很漂亮的小女生 就觉得每个女生都可以跳芭蕾舞好吗 他垫着脚走路很累耶 然后他又想说 又送我去学钢琴 但是我现在发现我 其实那时候学吉他 有一点点基础之后 我现在又想要去学吉他 而且我在网路上就是搜寻 看到一个 哇 那个教吉他的老师手好修长 然后长得好帅喔 我就自己去跟他报名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 我想要学这个 但是他的旅途又有点远 但是他的学费跟学钢琴 其实差不多啊 拜托他让我去学 可是学到最后 就是只学了一两次吧 妈妈就说 不行 这样子 这样子很花家里的钱啊 可是 可是我现在还是 就很想要去学 因为 我觉得小孩子的 那个潜力 会自己被激发 就是 不需要大人 一直推 一直推 是不是因为想 想去看那个帅哥啊 这是附加的 附加的 Bonus 小时候 爸妈强迫自己的小孩 学一些才艺的时候 小孩就会 哭着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尤其是谈那种咸淚的时候 常常会 就是手刮破啊 然后写字 写功课也很不好写 然后老师就在学校骂 就会说 你怎么写那么慢呢 考证都 人家都已经写完 你还写不到一半 然后就是长大之后 孩子比较懂四周 就会想学那个 想学这个 其实就是 父母应该早点 早点让自己的小孩决定 然后朝这方面发展 可是就是 摆出一张菜单来 你挑一个 就是给他选 就是不要一直硬塞 像之前我叫我妈说 妈 我们去学钢琴好不好 然后我妈她就吓到 从床上跳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学很多才艺都是 去上克制球 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睛 这是你主动了 反而她让她吓一跳 对 像我刚开始 让老大学 诸心算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手 还不是拨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 对她的数学 跟计算能力 跟记忆力 都有帮助 我相信这是无形当中 比我们花掉任何的钱 还有价值了 然后 然后薇薇也去学过跆拳道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她那时候要学跆拳道的时候 我一直很亚印 因为她小时候 就长得瘦瘦的 奇怪 怎么会想要去学 但是我不 不愿意去忤逆她 我就觉得 好 你既然要学 我就让你去学 我觉得有的时候 家长必须让孩子 去尝试任何事情 那孩子也相对要了解 爸爸妈妈的用心 我相信在这学习当中 如果受益最大的 应该是未来她们的自己 未来她们的 像作文 我们家薇薇的大姐 她是东吴中文系毕业的 刚开始她学中文的时候 作文的时候 她就蛮出色 后来她去学中文的时候 我觉得她在语言当中 架构当中 包括她现在跟人家讲话的水平 都高很多 这是我蛮自豪 让孩子去学这条路 五号妈妈 六号爸爸有没有什么意见 告诉我们 每一位学才艺的小朋友 不管你当初是 当初你是喜欢学或不喜欢学 慢慢的你长大了以后 你想到你小时候 你的妈妈花钱花时间这样子陪你 应该要培养一种感恩的心情 不管当初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觉得最值得 而且最有用的一样是游泳 她国小就学会了 我当初让她学的原因是因为想说 你这个时候学 那个性别还不明显 如果你已经是美女了 二十岁才学的话 有可能会被摸屁股 所以她国小的时候就学 然后很快就学会了 所以现在她有事没事 就是觉得要去疏压的时候 就去游泳 而且游得还不错 所以这一样是我觉得 还蛮值得的投资 妈妈有长远的眼光 已经开始防止性骚扰的问题 投资小孩肯定是对的 那么那也是父母亲的一种能力 只是重点说你在投资当中 孩子在学习当中 他可能半途而废 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一开始 你不了解他 那么最起码孩子 他已经学习在了解自己 所以说如果这个过程说半途而废 我们不如说 他是迷途之反 我说生命中转个弯 这也是好的 不要认为说 那个是错误的投资 只是说如果勉强长时间 然后一直逼迫她 说十年二十年 然后你一定要有个成果 我觉得那样的执着 恐怕是很恐怖的 是在虐待孩子 照我来看 投资孩子的快乐 恐怕才是最值得的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 谢谢